尊你为大 哈利路亚 谢谢主 何等爱你 阿爸天父 你无条件 为我付出 牺牲爱子 教我的书 祝你爱 充满我 祝你保险 为我而留 吸尽我罪 给我自由 祝你的爱 何等伟大 哦 主耶稣 一生要敬拜 我美好救助 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 我亲爱天父 你无条件的爱 让我心得满足 何等爱你 阿爸天父 谢谢主 你无条件 为我付出 牺牲爱子 教我的书 祝你爱 充满我 祝你保险 为我而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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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爱你阿爸天父 你无条件为我付出 牺牲爱自教我的书 你爱充满我 祝你保险为我而留 洗尽我醉给我自由 你的爱是何等为他 主耶稣 一生要赞美我最好救助 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 你无条件为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 你无条件为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我最好救助 你无条件的爱 让我心得满足 你无条件的爱 让我心得满足 我心爱你 哈利路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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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主谢谢你 主啊使得谢谢你的爱 主啊谢谢你的爱 领导我们 主谢谢你的爱 主啊使我们的原本不配的生命 主啊得以改变 主谢谢你的爱 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 因着上帝你的爱 主啊让我们再次经历那不一样的翻转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让我们在祢面前 我们对祢说 主啊我要回应祢的爱 谢谢耶稣基督 我们要回应祢的爱 让祢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使我们在祢面前 可以常常对祢说 主啊我爱祢 主啊我要敬拜祢 主我要来到祢面前 再次把自己献上给祢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使得我们相信 主啊使得祢必引领 我们前面的道路 让祢用祢的爱 再次来触摸我们 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 谢谢主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一生要敬拜 一生要赞美 我祢好救助 祢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 一生要敬拜 我尽来天父 祢无条件的爱 一生要敬拜 我祢好救助 我祢好救助 祢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 我亲爱天父 你无条件的爱 一生要赞美 我们要赞美 我们要救助 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 我亲爱天父 你无条件的爱 让我心得满足 Hallelujah 谢谢耶稣基督谢谢你 主啊 使我们扬声对你说 主啊 你是我的主 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谢谢耶稣基督 你常常用你的爱滋润我们 谢谢你常常用你的爱 持生爱所引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一条一生的道路当中 主啊 我们不害怕 我们不恐惧 因为我知道耶稣你的爱引领我们 谢谢耶稣基督 主再次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因着你会不一样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因着神祢圣灵的带领 我们会在神祢的爱当中 不断地成长 茁壮 坚固 站立的主 谢谢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leluia 感谢主天父对我们的爱 深且广 有朋友问我当爸爸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是不是睡眠会变得比较少 其实我觉得当爸爸 常常跟我太太在聊天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牺牲或者是改变 自从我儿子出生这两年多来 不太有机会跟太太两个人去餐厅好好吃顿饭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突发奇想 怎么样 只要能够让儿子好好的坐着 把他喂饱饱 带他去餐厅 至少我们两个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 那一次把他喂了饱饱 带他去餐厅 原想他能够好好的坐下来吃一顿饭 发现这小家伙还是非常的热情 因为可能吃的东西 让他非常的体力充分 搞得全部餐厅的人都一直回头看 只好我们两夫妻狼吞虎厌 赶快吃完把他拎出去 就觉得当爸爸妈妈 当然每一个人都觉得有不同的 像我跟我太太也好久没有坐下来 好好的看一部电影 因为儿子 所以我们发现不管做什么 不管吃 或者是享受我们以前两个人的生活节奏 永远都要顾念 有一个小朋友 对我们这种新手爸妈两三年 付出的其实还算少 我身心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成为父亲母亲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程度的牺牲 你问这些父亲母亲 你甘愿吗 这些大部分的爸妈都甘愿 因为爱的关系 在我一生当中 两个影响我最大的爸爸 一个是我生我的爸爸 一个是我看着我岳父的背影 我岳父每一天早上 我的小姨子上班之前 五点就起床 为他煮当天带去公司的便当 因为我小姨子不太喜欢吃前一天剩的 所以岳父都要一早五点多起来 就煮最新鲜的便当 煮完了之后 祷告会参加完了 就开始拖全家的地 扫全家的地 看我岳父的背影 就知道未来的命运大概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是岳父 我岳父从来都不用告诉我 说做女婿应该做这些 不用他就做 我就知道了 所以你发现 我的岳父不告诉我 他是这样做事情 他不用说的 他做给我看 因为他的心里面 满满对这些孩子的爱 他都没有觉得 少睡几个小时怎么样 他就是爱他的孩子 现在弟兄姐妹 我们的天父当然是这样对我们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多明白的 耶稣带着极深的爱 进到耶路撒冷 可是你知道吗 在耶路撒冷等着他的 不是一开始你想想象到 那么多群众 簇拥着耶稣 没有 他进耶路撒冷之后 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 第二十章 他说耶稣在店里面 教训百姓 讲福音的时候 忽然间祭司长 文士长老 你看这几大宗教的势力 上来问耶稣 他说你告诉我们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 给你权柄的是谁 这些人非常在意权柄 你今天在这里教训人 谁给你权柄 耶稣回答说 我也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且告诉我 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呢 还是从人间来的 他们彼此商议说 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 他必须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呢 如果说从人间来 百姓就要拿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你发现这一段的对话 在挑战的权柄 你是谁 你凭什么做这个 你凭什么说那个 亲爱的兄姐妹 耶稣凭什么 他没有读当时候 法利塞文士 撒都该人 祭司 他们所认可的宗教系统 可能是学校的 可能是拉比学院的 没有 耶稣是谁 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孩子 从人的眼光来看 他好像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些人就挑剔 你是谁 你神学院毕业吗 你是谁 你是长老吗 你是谁 你是执事吗 你是谁 你发现这世界 对人的看法 常常要来自于 你是谁 你读了什么 你做什么 你有什么 你会什么 你凭什么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的主凭什么 我们的主凭借着 他对我们极深的爱 我们的主不凭借着 他读过什么 我们的主不凭借着 他做过什么 我们的主凭借着 一个极深的爱 在我去服事的 从神学院的服事 去到教会的服事 在服事到第六个月的时候 我发现来到了 第一个壮墙期 那个壮墙是在于 所以你会发现 你很想讲道理 很想要跟弟兄姐妹 讲道理 跟同工讲道理 把道理论尽了 然后心里想 就是要做一个领袖 我做一个领袖 你们就要学习 明白我做一个领袖 要说的 我常常心里想 为什么不明白 我要说的 然后我们的同工 也很挫折 为什么好像不太明白 牧师要说的 我也很挫折 他也很挫折 大家都很挫折 就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听 这边也说 为什么你讲的 有点听不懂 所以我一直讲道理 我觉得很简单 道理就这样 理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能够明白就明白了 那我就发现 为什么道理说的 那么清楚 而且不只说一次 怎么还不明白 神很清楚的提醒我 爱不够啊 你爱他们吗 你是很希望当领袖 还是你爱他们 我发现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我发现我很想要当领袖 教导你 这个 那个 我很想要告诉你 道理是这个 是那个 神提醒我 你爱他们吗 我跟神承认 我觉得很不容易 爱 借着看我的孩子 借着看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借着安静下来 想每一次心里面的挫折跟情绪 我发现 这只能再一次回到 耶稣基督的身上 如果不是基督的爱 激动我们 恐怕我们都没有办法 能够面对许多超过我们能力 所面对的挑战 当耶稣遇着这些人 对他的挑战 说你凭着什么权柄 做这事的时候 我们的主就设了一个比喻 对百姓说 从第九节的经文 他说有一个人 摘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了 租了许久 到了时候就打发仆人 到园户那里 要收一切的 他们获利的结果 结果这些人就不愿意绞交 于是就打伤了仆人 一而再再而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园户就拆了他的爱子去 心里想 可能他们会因为 这是我的儿子而尊重我 没想到 这些人觉得 这正是 圆户的儿子 所以把他杀了 心里想要得着这一切 你发现这些人 即便知道 你是 圆户的儿子 你有权柄 你能继承这个产业 我们都由心而发 要对付你 哪怕是你凭借着 是这一切 仍然要面对 这一些人 恶向的对待 这是耶稣 说的故事 文士法利赛人知道 耶稣指着他们说的 可是在这一个受苦的故事里面 我们要想另外一件事情 这一个耶稣说的故事 不正指着他自己说的吗 不正指着 他明明知道 这些人 要抵挡着他 而说的吗 然而耶稣却让我们知道 他已经预备好 要面对这些抵挡 耶稣已经预备好 要面对这一些抵挡 很多时候 我们思想成为一个领袖 是那种登高一呼 许多人 触拥跟随的领袖图像 但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他知道 大家其实 不喜欢 即便知道他的权柄 是来自于那个超越的上帝 大家也不要尊重这个权柄的 耶稣其实不是为了要 在形式上当一个伟大的领袖 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是要向我们看 展现一个真理 真正权柄的取得 不是你从哪里来 耶稣是这个原主的 原护的儿子 他是上帝的儿子 可是他如果只是拿一张名片 说我是上帝的儿子 即便是客观的事实 对那些人也一样没有意义 哪怕是他们都知道 可是正是这个故事发展的结果 这一个原护的儿子死了 你看见力量出来了 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 取得权柄 弟兄姐妹 用爱 用受苦的爱 取得权柄 爸爸妈妈 不用孩子出生的时候 拼命地抓着他的儿子 我不用抓着我的儿子 说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爸爸 不用 每天帮他洗澡 做这个做那个 妈妈每一天讲故事给他听 每一天为他牺牲睡眠 每一天 看着他 帮助他 适应如何 自己大小便 你发现父母亲 坐在这些孩子身上 一点一滴 就自然累积出 权柄 权柄的累积 不是说道理 权柄的累积 也不是按照规范 条规 法规 教会各样的制度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的里头 我们对于权柄 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 我们自己心里头想 我们怎么得着一个 被人尊重的权柄呢 如果我们觉得 我说话 弟兄姐妹 要听 这件事情 应该是我当了长老 我做了执事 我做了团系的会长 我做清拜团的团长 这样这个角色 会让他们顺服 那我们就不明白 在信仰里头 真正那个权柄 力量的来源 不是因为那个角色 不是那个身份啊 是因为爱 那个爱有多深 被你爱的同工 长老直视 弟兄姐妹 他们从心里面 就愿意跟随 哪怕是耶稣 我们的主 他爱得那么深 那些人还是抵挡 所以你知道的 当我们跟随 耶稣的脚踪行 我们说主啊 我愿意成为领袖 我愿意跟随 你的脚步脚踪 那你要知道 我们的主说 那你背起你的十字架吧 我们愿不愿意 因为要服事 我的弟兄姐妹 按照耶稣的心意 我们要成为领袖 没有错 可是是要经过 受苦的道路 神愿上帝帮助我们 真正的明白 教会需要的 不是领导的阶级 教会需要的是 为父的心肠 有越多 为父心肠的人 教会就有越多 属神的领袖 不是有许多的 领袖的位分 被兴起 不是 是要有好多 有爸爸心肠的人 被兴起 好不好 这时候我邀请我们 一起为我们 家庭的父亲 为我们属灵的父亲 他们牺牲自己 或许他们不一定 是那么完全 他们有他们的软弱 但他们努力的学习 好不好 我们为着 这些我们家里的父亲 教会属灵的父亲 我们为他们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为着 我们的父亲祷告 在我们的父亲身上 看见他们的爱 对孩子的爱 对孩子的付出 对孩子 辛苦的 辛苦的付出 你纪念他们的爱 你纪念他们所付出的 就在今天 你纪念他们所付出的 愿你帮助他们 在这么许多的付出背后 他们 像我们所留的 爱的痕迹 被你肯定 住在他们心中 恩待他们 让他们的健康 让他们与你的关系 越来越精密 你祝福他们 谢谢 主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是真的特别要为 我们在电视机前面 观众弟兄姊妹 弟兄的 主啊 当我们承接了这样的 父亲的职份 主啊 我们任劳任怨 我们尽心尽力 为我们的家庭付出 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没有人可以 有很多的分享跟交通 但是却在主里面 主啊 我们愿意把这份 我们为家庭所付出的辛劳 主啊 我们现在祷告里面 主啊 我愿我们的爱 因着我们的爱付出 使我的小孩 能够在爱里面成长 主啊 因着我们对他们的付出 真正看见他们生命 一点一滴被建造起来 谢谢主 主啊 在教会当中 有很多我们的长辈 主啊 他们担起这样的职份 主啊 成为我们的属灵的长辈 成为我们的榜样 主他们用他们的生命 侍奉来影响我们 带领我们 主我们真的为他们献上感恩 主啊 请愿我们自己 也能够朝那个方向 努力前进 让我们也能够成为 用爱来服侍弟兄姊妹的 这样的一个长达 主啊 也让我们真的生命 也因着神里的爱 不断地建造我们 我们的生命 也越来越成熟 可以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 谢谢你 弟兄姐妹 不服权柄 是自古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在我们生命里头的难处 我们恳求上帝 帮助我们生命的深处 有一个顺服的灵产生出来 不论这个权柄 是否完全 我们都愿意为着 这些权柄祷告 我们的生命里头 有一个愿顺服的心 我们为了自己的心祷告 也可能特别纪念 我们团体当中 有一些不顺服权柄的 弟兄姐妹 也为他们纪念 愿上帝把顺服的灵 赐给我们 亲爱的主人 谢谢你 因为爱了我们的 愿意 你设立了许多的权柄 要保护我们 或许这些权柄不完全 但求你让我有一个顺服的心 愿意服在权柄之下 你如何 敬诸般的义 服在权柄之下 求你也让孩子 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 愿意服在权柄之下 这是不容易的 但愿你帮助我 能够学习谦卑 服在权柄之下 学习顺服 学习知道 每一个权柄都 背后有一个设立的主 是你更高的权柄 在那当中 主啊 我们知道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才听上帝 我们知道 你要我们切实的 彼此相爱 主啊 因为爱能遮掩 所有的罪 主啊 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的面前 都是有罪的 不因着罪小 就成为无罪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互相指责的手指 放下来 主啊 恳求你 你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当我们再次思想 主 你在加利元山上 你的爱 主啊 我们就 我们就流泪 主啊 我们就感动 有的时候 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怎么爱 怎么顺服 但其实我们是不懂 主啊 我们 用尽我们的一生 我们或许要付上 许多的眼泪 许多的代价 因着我们 里面先有了爱 我们知道为着爱付上代价 是怎样的一个功课 主啊 要付上怎样的眼泪 要付上怎样的时间 我们才能够或许 稍稍的明白 主天父 你对我们的爱 是何等的 厂阔高手 是的主 主啊 恳求你 你帮我们放在 不管是在教会的位置上 在家庭的位置上 还是在公司 在职场上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更多顺服的心 是的主 那顺服的心是从你来的 是的主 主啊 不是勉强我自己 主啊 乃是我对我的领袖 有极深的爱 那个爱是从你来的 主啊 即便它有什么样子的软弱 即便它有什么样子的 让我们受苦的地方 主啊 因着你的缘故 我们都愿意忍受 主啊 因为你说忍耐到底的 就必然得救 是的耶稣 祂天父上 你恳求你将那个忍耐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那个忍耐是因为有爱 主啊 是那个爱 主啊 因为这现今存的最大的就是爱 我们相信你的爱有能力 主啊 你的爱能够翻转一切 主啊 愿你将这样子的爱 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 你知道彼此顺服是最难的 如果只是顺服领袖 我可能愿意 但我特别要为着我们当中 有许多自己已经是领袖的人 他不容易顺服另外一个领袖来祷告 愿你把彼此愿意顺服的心赐给我们 让我们愿意爱我的弟兄 爱我的姐妹 主啊 为着所有的领袖祷告 愿你使我们彼此相爱 就在今天我们看见基督作为领袖的典范 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一生要赞美 一生要赞美 我最好救助 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赞美 我亲爱天父 你无条件的爱 让我心得满足 我真是热心的对 king 我超急地的爱 我真是热心的爱 都不自由 我看见基督师 我真是热心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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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是热心的爱 感谢观看